嗨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繼續來玩快樂家樂園 我真的等超久的 應該上一支影片大家就有看得出來我有多期待這一款 那我們上一次已經先佈置好愛樂芬了 另外我也佈置過史培亞的房子了 史培亞的部分我是在直播的時候佈置的 沒看過的可以去補看一下之前直播的紀錄檔喔 那今天接下來我要來佈置第三位客人 第三位客人在佈置之前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你看我們只要接近 他就會說他們想要佈置什麼風格的房子 像西瓜品想要充滿玩具的房間 像我目前已經佈置過愛樂芬跟史培亞 那只要佈置過他們的主題 他們那個主題的傢俱就可以沿用到下一位居民身上 也就是說如果下一個我選擇的是嘉明的話 那他的亞洲度假區風格的傢俱 我再下下一次也可以使用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先看看我們對哪一樣傢俱 泛用性比較高的比較好佈置的 我們就可以去佈置那個島民的家 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快速的入手那些我們想要用到的傢俱 那我們一個一個看喔 亞星的話他想要陶藝 我們會拿到很多陶瓷品 我覺得這個 蠻方便的 陶瓷工序蠻方便的 那亞洲度假區我想就是一些比較中式的傢俱吧 那再來俄羅斯他想要蘑菇 那提亞他是想要秋天的氣息 我覺得這兩位應該是比較類似的 那西瓜皮就很明確是充滿玩具 所以他應該會拿到一堆玩具的傢俱 那這裡面我其實最有興趣的是秋天的傢俱 秋天的傢俱有紅葉有落葉 所以我們等一下去提亞那裡 我們應該就可以種秋天的樹 我猜也應該會有一些樹果做成的傢俱 那說不定俄羅斯他的蘑菇的傢俱 提亞可能也會有 這邊看起來提亞的CP值比較高 那我們就決定 下一個客人就是他啦 決定好之後來吧 我們來跟他講個話 你學到錯了嗎 對 沒錯 你學到錯了嗎 你學到錯了嗎 沒問題啊 再找機會吧 差點按錯交給我吧 你學到錯了嗎 隨便啦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隨便好不好 隨便什麼啦 哈哈哈哈 你學到錯了嗎 你學到錯了嗎 我來看看 哇好棒好棒 果然有蘑菇 有楓葉 有樹果 我剛猜的都對了 你學到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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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學到錯了嗎 好吧 交給我來選吧 有沒有 比較看起來就很秋天的 誰會住在這種岩石地區啊 秋天喔 我們其實也可以先選好一個地方 然後再讓它變秋天 比較秋天的就這三塊地方了 那我們就選擇這個凹地好了 來試試看吧 好 決定是這裡了 喔 那你學到錯了嗎 居然知道這種好地方嗎 哼哼 你學到錯了嗎 你學到錯了嗎 來吧 你學到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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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不要隨便啦 好不好 這件事就拜託你了啦 阿慶太啦 那我就隨便的佈置囉 你都這麼說的話 我們先從內裝開始好了 來 請進 遇到這種客人該怎麼辦 隨便啦 什麼都隨便啦 哇 蘑菇桌 難搞 樹果燈 可以 這個也可以 落葉炊火 好 希望壁紙是有個楓葉壁紙之類的 喔 太好了 就是需要這種東西喔 這邊好了 壁紙應該也會有吧 嗯 好 就這樣子吧 就軟糖的家 我其實就可以完全copy軟糖的家給他 哈哈哈 能佈置的有限喔 我說的有限是 只說 秋天的家具就長這樣 哈哈哈 所以呢 你要我多有創意的來佈置這裡 我覺得還蠻有限的 我記得那些家裡會生火的人呢 房間都會放一個水桶 或者是這種東西 一定要有水喔 不然會燒起來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我年初的時候有做了一系列的 房仲系列喔 就跟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蠻類似的 一系列的影片 如果沒看過的呢 可以回去看一下 今年年初的時候的 那個時候我就做了 軟糖啊 還有誰啊 百川嗎 反正就有一堆人會在家裡生活的 那他們都會在家裡放一些 就是有水的東西喔 應該是很怕燒起來吧我想 哇這個蔬菜籃子 這個好 哇 多了好多食物喔 我選這個秋天真的是選對了 欸Tia的照片好可愛喔 我第一次看到耶 啊海報 這個海報怎麼貼在這裡完全沒有違和感 融入背景了耶 好那你就貼在這裡好了 蘑菇濃湯還是南瓜湯呢 我喜歡蘑菇濃湯 當然是要喝濃湯啊 湯就是要喝濃的 這個楓葉地板再加上楓葉地毯 喔還可以啦我以為會完全沒有效果 這樣子 怎麼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啊 翻個面啊 喔這樣這樣好像還可以 因為它是想要住嘛 對感受秋天的氣息 那有沒有吊床呢 啊有吊床 但是也有這個原木花園堂椅 這兩個都不錯 但是我的話我應該會比較喜歡吊床 因為 比較不會那麼硬 這個繽紛系列的顏色都好讚喔 這個啊這個啊這個啊 那些圖案都好好看喔 真的是一個救贖耶 這個呢報紙感的 只要遇到紡織品我們就來選白色 那其他呢就主要是用一些大地色 自然色 樹木的顏色的家具 那我們來看看還有什麼可以用 這種樹果狗門應該不需要 在家還用狗門 等一下外面應該可以放一下 這些呢都可以用在外面 那家裡面呢 我還是想盡量的讓它可以 至少比較有生活感一點 所以呢我應該還是需要個櫃子 櫃子 鄉村矮櫃 這邊應該就可以用得到了 桌巾有沒有白色的 好看的 喔這個可以 那顏色呢深一點的 深棕色 這邊應該不會擋道路吧 喔很好很好 很好 它會聞東西 那先麻煩您在這邊睡一下 我來處理一下其他地方了 這邊可以放個平衡玩具 那裡面呢我覺得可以放音樂喔 音樂的話 我目前就只有 兩台喔 兩台播音樂的東西 那這裡可能雙卡帶收音機比較合適一點 有沒有橘色的呢 沒有的話那就一樣紅色就好 唉唷 它家居然是播這個 KKBasanova 糟糕播這個音樂我就沒辦法專心了 太喜歡 哈哈哈哈 這邊放個麵包 這樣應該還不錯吧 但我覺得可以再多一些植物 秋天的植物啊 鵝掌柴 這真的好用啊 它的棕色是用藤邊的盆栽喔 這個好讚喔 這邊壁掛比較困難耶 壁毯 小鳥 它上面寫小鳥 但是怎麼看都是雞啊 這樣子 像掛在樹上一樣 另外吊燈呢 這裡也實在是很難有什麼吊燈可以使用喔 我們可以來用個裸燈泡 銅色 使用銅色 再旁邊一點 差不多這樣的位置 再來床跟桌子的正中間 那這邊呢 掛一件它的衣服 這樣看起來就像掛在樹上吧 野外原木場裡 我先來試一下這樣有沒有辦法坐上去 還是有辦法坐上去的 好的 室內的部分我覺得這樣就完成了 大家覺得呢 就如同我所說的我覺得 楓葉的房間差不多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應該很難再有所變化 雖然這樣就很漂亮了啦 那我們再來布置外面吧 在這樣野外的地方我覺得木板路應該也會很不錯 我們來鋪木板路看一看吧 哎呀 房子還是有點歪喔 但是不管條哪邊都好像差一格 對不對 真是讓人困擾的一件事情 只好 變這樣的 也只能這樣子啊 我們先把可以使用的秋天家具 戶外能使用的就先把它拿出來吧 像落葉凳子 或者是圓木花園堂禮 樹果狗門 蘑菇屏風 蘑菇燈 再來 落葉 甚至是紅色落葉 這些應該都不錯喔 蘑菇樹幹 你看 光是有這些東西呢 我覺得我們就可以做出很不錯的效果 像是樹果狗門我們就可以放在這裡 這樣一進來 就剛好可以到Tia的家了 那很討厭的就是樹果狗門跟樓梯雖然是對著的 但是跟門就是對不住喔 我們來放棄使用木板路吧 往右移 往左移就是感覺好像那個門口就是差一格 這讓人家心情還蠻不踏實的 這該怎麼辦才好呢 我們還是往這邊移好了 那樹在這裡 那這邊的地方呢 只好把它挖掉 讓它不要接到這裡來 就不會看得那麼的難過 差不多讓它停在這裡就好 那前面這邊呢 我們再換用一些石頭路 這樣子看起來就比較不會那麼的奇怪 接下來呢 右邊這邊剛好有這個躺椅 加上樹 看起來非常的適合當做一個休息的地方 我們外面也一樣 只要遇到紡織品就使用白色的 我們外面也一樣 我們外面也一樣 圍著這個蘑菇涼亭 旁邊呢可以再用一些蘑菇燈 交叉的來佈置 蘑菇屏風呢我覺得好像 找不太到可以使用的地方 所以我先把它消掉 這邊呢使用落葉吹火 放在這個位子 接著呢我需要一張桌子 一張比較一般的桌子 圓木圓桌 然後 使用白色的桌巾 放在這裡 那這裡呢主要放一些食物 我們可以把剛才沒有用到的食物 蘑菇披薩 放上來 還有南瓜絲糠鬆筆 把他放在另外一個對角 那我記得呢這個火堆是可以變成烤棉花糖的 這樣子呢我們就是 很像在野外 然後野餐 我旁邊呢一定要記得放水桶啊 接著呢來用這個 橫條原木柵欄 用在這裡 這邊再往上一點 那這邊的路線應該就可以了 那這裡要幹嘛呢 這裡其實也沒有要幹嘛 就是感覺好像可以給大家 在這裡玩遊戲的一小塊空地 那這邊呢是野餐的區域 其他地方呢則是有點空 我們可以來種一些植物 秋天的話應該是山茶花吧 更好可以放在一些比較角落 不容易注意到的地方 再來秋天 已經是橘色了 我們來種一些 相較之下比較顯眼一點的顏色 雖然是這麼想 但我們就只有這幾種 基本色的花可以種 那我們就來種白色的花吧 白色的花 那我們來種波斯菊吧 來點綴這些空位 好了 再加上這一堆落葉 我覺得應該就差不多了 這樣就很有野外的感覺了吧 再來我們來換一下房子的外觀 門也是選用這種樹木色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吧 那我比較想看內部的動畫 那我們來看裡面吧 來跟主人報告一下 我們整理好囉 已經完成囉 太好了 真的嗎 真的嗎 可是我聽說其他人只放三樣傢俱 你也是講這樣的話 真的嗎 可是我聽說其他人只放三樣傢俱 他的海報真的是 好無違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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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房間可以再更大一點 會比較好佈置喔 我現在才發現 他塗的是白口紅嗎 還是那不是口紅嗎 剛好嘴巴是白色的 還喜歡嗎 好無違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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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好啊 隨便啦 不要再講隨便了 我這麼認真你還在跟我講隨便 我會氣死我會氣死 我覺得我只拍他就好 我本人不要入鏡好了 這個角度吧 哎呀 糟糕這個樹 這個角度樹會擋 這個角度是水果籃會擋 那我該從哪個角度 糟糕了 好 就這樣子吧 等他翻頁的時候 對 就等這一 哈哈哈哈 還是應該拍剛才那個表情的 真是的 來 有喔 我要回去了 不要什麼都隨便啦你 好好住啊 我們回來了 不是 要是嗎 你怎麼回來了 想想發亮耶 喔 我要學到新技能了嗎 這就是要學到新技能了嗎 你怎麼回來了 覺得都像魔法一樣嗎 是不是該教我了 那就是要學到新技能了 那就是要學到新技能了 好 免費的打掃 叔叔 不是 不是 好 嘿嘿 開訓吉他 請教育雲�群選手嗎 完成了 沒錯 耶 又有六千波金了 這些錢呢我可以留到下一次 完成了 但是呢 我想問一下波金 我該差點把他叫成波金 很努力喔 他沒有打算要教我他的拿手絕活嗎 可惡 居然偷藏 沒關係 有一天我會學到了 這個阿咪波的讀卡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擺出來 喬美 什麼時候才要擺 我在等 我有好多老居民好想讓他們住在這裡 快點吧 拿出來吧 小氣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明天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午後 我們下午的影片 我們下午的影片 我們下午時請把畫面